工程师要退租 找来专业清洁人员 请对方将沙发里里外外 全清理过一遍 不过他指控房东人 找了各种理由扣走押金 那当场他也说OK 然后可是事后他就传讯息说 这个不行 你的沙发的布 要请那个专门的厂商 全部做缝制 觉得这房东是一步一步 一开始都先达到他的要求了 可是后面又不满意 然后越要求越多 工程师在综合租屋 签约时早交两个月押金 共六万 租屋期满时 工程师认为被房东点名的 不及格墙面及壁纸污损 都是正常使用下的痕迹 仍照样唤新 清洁加上墙面修复 零零总总花了两万 唯独这点无法接受 那我们做妻子以后 那他觉得说 跟原本的油漆有色差 那他是用这个德利牌的 百合白 那我们就买德利牌的 百合白以后 做妻子 然后他还是不满 油漆板过久了 都会有 旧了也会有色差 用了同品牌油漆 仍被嫌有色差 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交入日是14号 那14号我们一直联络他 他都讯息已读不回 只有在合约背后就写 原矿交屋 对 那就没想到说 这个原矿交屋 它的定义是 漆面要全部重置 重新 然后你的沙发 不能有任何使用痕迹 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 工程师指出 直到要提告 房东才愿意退还押金6万 而实际制定房东则强调 释出必有因 反控是对方弄坏家具屋子 才会衍生出押金问题 将将交由司法处理 东三新闻 卢品农洪诗晴台北报道 据指控被清洁公司 所承租的这块地 从红牌画面来看 可以发现根本不大 地主多年前自行建造铁皮屋后 就这样常在社区高楼旁 另一边还有国有保护地 邻居做掩护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原来都不简单 超隐秘 更不用说 人车若是从大街经过 巷子前刚好有一间 大型食品工厂 当好当满 若不是亲自靠近走进去 根本不会发现 里头还有这种地方 最了解这块地的所有人 苏信地主 先前还曾把这 当成他的开心农场 2021年时 一口气进了100多只鸡 放任他们在空地啪啪灶 当时社区住户 陈寝一年多时间 才解决问题 因为那个鸡死满地 那个鸡死的味道 那个住户 跟这一次垃圾一样 住户真的万万没想到 赶走了机会迎来垃圾 最了解 清洁公司 疑似和地主的委托人成租 前后来使用约一周时间 之后就亮度 被新美食环保局击查 现场发现 不只有装潢垃圾 还有水果果皮等食物垃圾 及家用垃圾 不过当时清洁公司澄清 这是由员工所成租 用来存放一些清洁器材而已 苏信地主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名下的土地被乱搞 还是从头到尾 睁只眼闭只眼 就我所知 他应该是认为说 后面这块地是蛮隐秘的 如果地主持不处理的话 这个后续租用人的责任 也会受到一些牵连 其实这间铁皮屋 根本就是大型违建 住户说2022年时就已经检举 相关单位表示会排定拆除 但至今一年了 他还在这 铁门上虽然有被贴 限期搬离拆除公告 却全被撕毁 恐怕只要一天不拆 难保下一个入住的又会是谁 东森新闻满海随环 新北市报道 租客搞消失 屋内凌乱不堪 房仲带手套口罩帮整理 沙发一拉 好几只猫金黄逃窜 但这还没完 还有吗 还有打到他了 整间房到处都是猫 就连厕所都躲了四五只 眼神无助紧张 各种花色各个古咒如彩 13只被遗弃的小猫 至少饿了两周 呈现脱水状态 我们去的时候所有的门窗都关的 只剩猫咪而已 然后饲料是都被抓破 就是感觉就一个饲料包丢过去 他们可能就自己把那个饲料包都咬破抓破 然后里面也都没饲料 花式发现场在新北三重的这一栋公寓内 根据了解租客是一对情侣 在这租了两到三年 今年四月退租后就没再回来整理过 还丢着13只猫咪不拐 现在房东不排除对房客提高 离谱的不仅如此 房客还基欠房租超过21万不早就偷偷搬走 动保处强调6月5号前 房客必须说明带走猫咪 否则将会开罚列黑名单 若猫咪无人任养将成流浪猫 目前三只由房仲和朋友照顾 剩下十只还在屋内由房仲照料 但租客丢猫不管实在有够恶劣 等新闻又爱情彭新闻的新北报导 我觉得这个涨幅太大 一个月两万我们等于是可以贷款买房子 施先生已经搬进新家 让他下定决心筹钱买新屋的动力 就是前房东大涨房租 他在屏东市租透天措十年之久 就在去年十月租约到期 原本打算续租 但房租从一万四 房东一口气要涨到两万 涨幅四成 施先生气得干脆自己买房 只是要多租三个月 应付装潢跟搬家 却和房东闹不愉快 契约涂改后要双方签章 盖章嘛 对 然后他们都 他们也没叫我们盖章 这边也是 对 这里也是土改过 拿出合约书 封面跟内文 施先生指控 113年5月 这是有土改过的痕迹 原本写的是二月份 他指控房东签收租金时 篡改 去年租期到 说好会租到今年的二月一日 也付了押金两万 没想到房东擅自改日期 还一度不还旧的押金 直到里长出面才还 担心的短约押金 房东坚持照 合约走 请里长出面处理之后 他们才愿意让我们提前解约 施先生还说 二月一号搬家那一天 他东西打包的很彻底 但房东旧住在隔壁 却不来点交 就明明他们人都在 都在那一间屋子 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没空 而施先生搬走之后 透天错已经有了 新租客 照大陆 我的押金押两个月给你 那我时间如果到 我要续约不续 是我的问题 面对前房客的指控 房东不愿回应 私下表示都已经解决了 如果施先生有不满 可以走法律途径 若是有不实指控 房东不排除提告 长达十年的租约不算短 这份情谊 最后却是说变就变 东森新闻于家雄 在屏东的采访报导 跟你讲 半间期可以 搬进来住 谁跟你讲的 女房客睡到一半 指控房仲突然用钥匙 开门闯进来 让他下的报警 我搬家 然后再半天期 然后合约也签了 房仲突然闯进来 原来女房客 透过房仲 在四月四号和屋主签约 当下也付了两个月押金 和一个月租金 共九万 但房仲说 在起租日 四月十五号的前一天 来查看电表时 却发现他在屋内睡觉 跟你讲 入住一个小时都不行 我是允许你搬家 不是入住 用备用钥匙开门 到他打开我的寝室门 这一段期间 我是没有察觉的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 他到底进来多久 然后在那里做了什么 双方没有共事 在园警面前继续吵 女房客最后 也决定提告房仲 侵入住宅 公然侮辱以及恐吓 刚好让我今天抓到 不然 住约真的明天就生效了 但明天生效 我也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 你敢有某一条 让我抓到法庭 绝对让你解约 他给了钥匙 然后我也付了钱 签了约 我就是有合法使用权 这个房仲手上 还是有那个 我家的钥匙 所以我很害怕 不敢再回家 对此东市房屋仲介公司回应 本来就不能提前入住 是因为邻居告诉屋主 屋内没关灯 屋主担心安全问题 才拜托房仲巡视 并没有擅闯 但崔妈妈基金会表示 还是得依契约入住 若想提前 得双方达成共事 这回房仲和房客 为了入住日期炒个不停 谁是谁非 有待死法定夺 东森新闻林荃蔡雨山 在台北采访不懂 二楼的天花板那边也是 跟一室也是 然后包括你看那边墙角 全部都是 抬头看的天花板 到处发霉泛黑 无奈严重潮湿 就算整天开除湿机 也没有办法解决 你这样还可以睡 就是只能翻面睡 睡觉枕头翻过来 整片发霉 拆开来更恶心 东黑一块 西黑一块 不自觉睡觉的时候 因为太湿会痒 然后就冬抓抓西抓 就不自觉就把手抓破了 因为太潮湿 母女两的湿疹反复发作 抓到破皮 如果碰上下雨天 房间内还会积水 家具一泡发霉更严重 严肖姐一家去年10月 租下三只浅水湾附近 这一间一楼房屋 入住检看似没有问题 但是从今年1月开始 忽然严重发霉 除了房间枕头 厕所毛巾 还有家具 几乎快要不能用 连电器也因为太潮湿损坏 如今这些财损 不知道该找谁理赔 但联系房东 却遭到对方冷处理 严小姐想要提早解约搬离 吹妈妈基金会说 如果当初有提前中止条款 就可以不扣押金解约 可是严小姐签约时 没这条恐怕难以拿回原本的押金 可向区公所消保官申请调解 或是打官司由法官来定夺 只不过过去类似案件胜算不高 如今严小姐全家生活在 湿度超高的发霉屋 除了找出屋内潮湿的根本原因 或是任陪赶快搬离 东赛新闻张一辰 陈云涵 陈世豪 台北采访报道